不用说什么小动作或者是小秘密 就连上厕所都清晰可见 那些传统的越狱方法 什么挖洞刨坑在这里通通都不好使 这里还有720度全景监控 那是想拍谁就拍谁 点狱长看见龙叔醒了 就跟他见了一面 龙叔还一脸蒙圈 说你们这也太暴力了都给我整腾了 然后就说出撤退密码 给我来盘锅包肉 点狱长没听明白 你说啥呢还给你来盘锅包肉 就消停在这待着吧 原来龙叔的合伙人已经跟点狱长说好了 要把他关在这里关一辈子 龙叔也意识到必须得想办法逃出去 在放风的时候 他四处观望了解这里的环境 这时一个老鸡肉男阿诺朝龙叔走了过来 他似乎看出龙叔不是一般人 就问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龙叔说那你想办法让我去禁闭室留的一拳 那还不简单 阿诺上去就是一泡子 给龙叔脑瓜子打得嗡嗡的 这还真是直奔主题啊 两个老鸡肉男在地上一顿丝吧 预警过来给他们垫晕之后关进了禁闭室 但没想到这里相当可怕 那66个玉霸不光是罩的人睁不开眼睛 主要是这碗让他热呀 龙叔顶着高温仔细观察着禁闭室的结构 等他出来整个人已经湿透了 好在龙叔找到了漏洞 就是地板上的钢制锚钉 阿诺问他有没有什么收获 龙叔说你给我整个金属片 要是能整到的话 我就能带你从这里逃出去 于是阿诺想办法来到了审讯室 疯狂的嘲讽点狱长 说你的牙还没有角质盖白呢 这把点狱长气得 让狱警用水管子给阿诺一顿灌的 几十秒之后他差点被枪死 但就在这时 阿诺蹭的一下冲到桌子下面 抠走了下水口的盖子 完事把它交给龙叔 龙叔也说这几天的观察 他发现这座监狱内部的建筑结构 几乎都是垂直的 这说明他很有可能在地下 而禁闭室的下面有水声 他推测那里是个水管子 肯定有爬上去的梯子 接下来两个人还得去一趟禁闭室 于是阿诺找了个刺头跟他打了起来 龙叔则把一块面包捏在手里 就冲上去帮忙了 很快狱警过来用电棍刺拉一下 给几人放倒后 关进了禁闭室 龙叔紧忙拿出下水口的盖子 反射强光照在锚钉上 一百来度的高温 可以让他冒出来0.3CM 其他三个锚钉 再按照同样的方法搞定之后 龙叔把面包塞进嘴里 同时发信号让阿诺吸引注意 他立马开始大喊大叫 果然点狱长的注意力被叫了过来 龙叔这边 把嚼了66下的面包 粘在摄像头上挡住了视线 然后掀开地板顺着梯子下去 再顺着水管子往上爬 打开盖子钻出来 龙叔彻底傻了 这里根本不是地下 而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他在一艘巨型游轮的甲板上 到处都是鹤枪实弹的预警 怎么办 他只能先回去 可意外再次发生 点狱长发现了地上的锚钉 直到龙叔在研究越狱的方法 为了消磨龙叔的意志 点狱长让手下敲龙叔的窗户 不让他睡觉 如果实在困得不行睡着了 那就警棍一顿消 反正就是不让你睡 没几天龙叔就被整的站都站不住了 但他没有放弃 等他们停止折磨后 龙叔就又开始想办法